出去吃完火锅 闺蜜脸油的能炒菜了 再看看我的脸 一起熬的夜玩剧本沙 这个大圆种跟猪钢猎一样 再看看我 你是不是出门一小时 底妆晕成狗 而且手指一碰就掉 明明上了粉底 但是感觉什么也没遮住 还是这一块那一块 为啥别人的底妆就能越夜越美 而你刚上一会就服的不行不行 看看说的是不是你吧 今天又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底妆打不好 就是忽略了一个一个的小细节 今天这期视频看完 你们将会觉得 原来打一个好的底妆 是这么这么简单 就是三倍乳液法 用乳液按摩在你起皮 最严重的地方 按摩三分钟 擦掉之后 再薄薄的上一层乳液 再来层必不可少的防晒 结果来看 你上出来的底妆 绝对就是像我这样 服贴又有质感 第二个就是选一个 轻薄又持状的粉底液 加上正确的上妆手法 底妆想晕都难 还是用的这个 卡兹兰小叶猫升级版 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 而且现在自己选自己 还出了一个升级版 整体效果更好 那我现在呢 就给你们上脸试试看啊 你们是不是上粉底的时候 只知道这个粉底液 在脸上点点点 然后拿着美妆蛋拍拍拍 结果呢 直接就是粉底不好用 来 今天例子我教你 怎么样正确上妆 先把粉底液挤到手背 用手指沾匀之后呢 面中从内到外平铺 额头从上到下铺开 鼻肌底处啊 一定要揉匀 然后呢 咱们就用皮面的粉符正常拍开 因为它成膜很快 所以咱边上边铺开 来看对比 完全就是柔胶的效果 就算我再涂一层 也是一样啊 毫无妆感 真的一点都不假面 而且你也不要担心什么 啊一天下来可能会暗沉 这里面添加了二裂酵母 它从源头上就消除了氧化的问题 出去玩一整天轻轻松松 不用担心暗沉 别人呢都是顶着一张大黄脸 你呢还是高级白皙有质感 现在我全脸都上完底妆了 给你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妆效 真的就是大牌才有的高级眼光妆效 给你们看一下 用了我这个手法上妆之后 底妆扒得有多牢 戴口罩用力的秤 灰层牢固 再拿水喷一下 你看也不溜 那像夏天出油出汗多的时候呢 我会再搭配卡自然的黑磁散粉一起用 它们两个绝对就是夏日控油的绝佳组合